李子柒的后院曝光,看清她种植的食材,网友向往的生活,一定要背井离乡,来到没有灵魂的大城市。 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关于农村的话题还是会倍加关注,李子柒好像就实现了这些人心中的梦。 李子柒生活在四川的山区,会经常拍一些农村题材,而且为了方便拍摄也可能是农村常态。 李子柒家的后院种植了各种食材,从蔬菜到水果,很多你没吃过没见过的在李子柒家的后院都能找得到。 从她的视频可以看得出来,李子柒的食材都是源自于这个大山的,有一些是从山上采摘的野生的,多数都是自己种植的,看了就很有胃口,并且是纯手工的。 最近李子柒的后院首次被曝光,很多网友看到之后都调侃是我们向往中的生活。 谢谢教育者 牛肝ohn,牛肝 Out marching。 几乎王子,所以今天带与王子种植了回到这种头开始吃红的虾现在的食材。